各位爱多美亲爱的会员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我先自我介绍 我是爱多美好鲜果干 生产制造商得成国际有限公司执行长 潘仲点Peter 今天很荣幸来到这边介绍我们 这么优质的好产品 爱多美好鲜果干 大家都知道水果是吃天然的最好 但是我们必须说果干有它的好处 果干的营养当然不在话下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不用洗 不用切 不用沾手 果干我们就带在身上 如果你想吃的时候 随时就可以拿起来吃 这不是很好吗 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很多时候 想要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一些很好的食物 很好的零食的时候 大家都会常常想到一些高糖高油的不健康零食 但我在这里非常的建议大家 可以把好鲜果干带在身上 跟你的伙伴一起分享 在分享的过程中呢 你看你不只是没有吃到不健康的零食 你还同时补充多元的天然植物营养素 那我发现很多小孩子 他们家里都 家里都有些宝宝 他们的都会给小孩子 就是吃一些磨牙的零食 事实上果干根据研究 就是最好的磨牙零食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全部都是天然的东西 事实上很多磨牙零食 事实上还必须加一些添加剂 那台湾大家都知道说 夏天的时候非常的人热 我们都会怎样 想要来一罐 就是很清凉的饮料 但是呢 这些饮料到底茶叶好不好 到底加的是纯天然的蔗糖 还是加糖精 我们都不知道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刚才的好鲜果干 带在身上 随时随地把它撕开 加入我们的水里面 其实就是很好吃又健康的果干水 那如果说像有一些会员 本身有一些胃寒的情况呢 不能吃一些生冷的水果 事实上果干也是非常适合 大家去使用的 接着我们必须跟大家说 我们的果干是怎么样的产品 我们的果干来源是无毒的 让大家会员更放心 安全的认证 我们的果干采用的 都是几元朴的等级跟产销履历 优先使用 在地台湾 我们的果干采取的都是百分之百 台湾在地安全无毒的水果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地使用 大家看到这个我们很漂亮的台湾的风景 我们的果干的水果就从这边来 完全没有任何的污染 都是在深山里面 我们跟我们爱多人的同仁一起开发 一起寻找的好果干 我们的芭蕾寻找的都是12度以上的甜度 我们的火龙果都是23度以上的甜度 我们的凤梨呢都是14到18度以上的甜度 所以我们撇除了一般人的印象 大家觉得说做果干 就是用一些不好的裂果的打掉的东西 不 我们用的都是最原果 而且是品质最高的原果来制作的 所以如果你的同仁 各位会员们 如果今天没有来的 你可以跟他们说 你们吃到的果干是这样子的果干 不是一般市售上那些所谓的打掉的果干这样子 那我们呢在这边安心的把关 我们严格的把关 请会员安心的吃 我们全系列的产品呢 都是通过SGS的认证 也无防腐剂 无人工肝胃剂 无人工摄素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些厂商需要添加这些东西呢 跟刚才说的一样 因为他们的水果不新鲜 所以他们必须用这些添加物来演示出 他们的鲜果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采取的果干就是最好等级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添加这些东西 当然石卫署所谓的维生物 跟我们的470项的农药检定 我们也是都通过的 这就是我们吃到的果干 刚才听到除了果干的原料以外 大家知道水果干在哪里制作的吗 其实呢 台湾79%的果干 是来自于一般的家庭代工 所谓的家庭代工 大家脑中可以思考一下 可以想一下 那个环境 可能在水果的清洗 水果的处理 水果的包装 全部都是在同一个环境下 当地的人员的使用呢 完全没有 没有什么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安全卫生的防护 所以看到的你不敢吃 这就是市售绝大部分的果干的来源 那有13%呢 它是来自于工厂 但是这个工厂呢 也没有任何的验证 它没有经过政府任何的合格的验证 台湾只有不到8%的厂商 是来自于合法登记的工厂 德成国际 就是这样的合格登记工厂 我们不仅是一个合格登记的工厂 而且我们来自于高度的自我管理 通过了ISO跟HACCP的要求 并且我们自行导入了一个农产品的检验 快速筛检的技术 待会我会提一下 让大家知道说 这样的果干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地方 这个绝对的品质 绝对的价格 这个当初我一开始跟我们爱多美的同仁们 一起合作开发这个果干的时候 其实我十分的兴奋 因为有机会跟这样子 全球最顶尖最优质的爱多美企业合作 我十分的开心 但是我也十分的恐惧 因为爱多美的同仁 每天都像苍蝇在我旁边一样 绝对的品质 绝对的价格 每天都在讲 所以过程中我们发生了很多的困难 这个困难就是说 我举个例 我们必须在很 我们必须在 就是非常非常的 不是很充裕的时间下 我们必须要把台湾最好的农产品找出来 这过程中其实发生了很多的困难 那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爱多美的同仁一直跟我讲 不能放弃 不能 就是不能放弃 然后一定要克服这个困难这样子 所以最后呢 我们也一直大家携手 把这个果干的产品制作出来 在这里我也感谢剧总经理及我们爱多美同仁的协助 那我大概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德成国际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本人 我是德成国际的执行长 我其实外婆家就在离这里不到20分钟的路程 那本人就是小时候就是农户 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农家子弟这样子 所以我在农村里长大 然后出外读书 出国就是继续读书工作 那工作了以后呢 那么多年 其实我发现台湾有一些东西 真的是全世界找不到的 第一个就叫做水果 我的外国的同事朋友们 跟我一起回到台湾来找我的时候 他们说全世界怎么可能有这么好吃的水果 不用添加任何东西 当时我的感受就非常深 我很希望把这样台湾最好的水果 介绍给我们全台湾的人 甚至于介绍给全球爱多美的同的伙伴 所以说这时候呢 我们就创立了德成这样的一个公司 那在14年 其实是更早之前我们就创立了 那我们在14年的时候 才开始做了一个品牌持果族 那15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有多元的产品的发展 到了16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做了一个果干的产品 其实我们这个产品是多元性的果干产品 所以呢 做了果干产品了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17年的时候 就有这个机会 我们为爱多美设立一个专业合法的工厂 是为了爱多美而全程设立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简报的右手边 这个是当初我们工厂的样子 就是完全是空的 我们在半年内把这个工厂给完成 为了是什么 为了是完全在爱多美的同仁的要求下 不管是所有的设备 不管是所有的规格 不管是所有的卫生的品质的最高要求 绝对品质下去建造的 那这个建造过程中 其实也发生很多的困难 爱多美的同仁要求 健康美味 然后营养 这些素质都不能改变 所以呢 所以很多我们当初 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呢 就一一一地浮现 那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 是爱多美的同仁 陪着我一起去跟厂商讨论开会 我们就这样子不断地改善每一个环节 搞算每一个步骤 把我们爱多美的精神 贯彻在德城国际的身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吃到的果干 就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工厂 绝对的品质的 优质的果干 那由德城这边帮您把关 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以最高等级的生产线来作业的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来的伙伴 我们回去可以跟他说 我们吃到的果干 绝对是最安全的 最卫生的 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 那当然刚才有提到 我们是合格的工厂的认证 也取得ISO22G HACCP的认证 那我大概说明一下 我们工厂的一些设备 我们是合法工厂 我们占地400平 是经过高文市政府的核准 我们的系统是采用智能低温干燥系统 我大概说明一下 这个系统是我们跟系统商一起开发的 这不是我们一般的干燥系统 我们的系统为什么要这样开发 也是为了符合爱多美的最高品质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的系统里面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完全是用智能控温的 不用人去评断的 早期我们果干常常吃到 有些太焦 有些鹤变 有些就是糖块太高 为什么我们不会有呢 因为我们的全部都是由电脑统一去控温的 所以只要有任何一个不均温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系统都会自动造成我们的人员去做调整 那第二个是低温的烘焙 待会我会提到 因为我们采用的都是46度C的 在36小时的低温下去烘焙的 所以我们的系统的控温都是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下去进行 当然我们的同仁也告诉我一句话 爱多美的同仁说 爱多美真爱灵魂 所以是一个社会 关爱社会的一个企业 所以他告诉我 我们的设备的开发都必须是要节能省探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套系统的一个特色 当然我们的生产线是采用食品级 最高食品级的生产线 我们的员工都必须要接受安全的一个健康检查 那除了之外呢 我们有围请 除了我们自己内部定期的清洁以外 我们还有围请第三方人员来进行定期的室内的清洁环境 那还有定期的消毒跟灭菌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为了要把我们的品质 做到最好的一个过程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超音波臭氧机 那很多人都会担心说农药残留的问题 待会我会提到 我们在原果端的时候就已经做了最高标准 除此之外 我们还引进了这一套超音波臭氧机 那这个臭氧机呢 是经过SGS的认证 如果我们把农药比例成100的话 它经过清洗以后 它会降到20以下 所以基本上它可以把80%的农药都去除掉 更何况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挑的水果就已经是农药最低的了 OK 大家看到这张图 这个又符合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要求的品质 我们要求到最高 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跟爱多美的同仁 在开发产品的时候 我们就有提到 我们一定要求的品质是最好的 我们这个土芒果呢 它要求的是什么 它要求的是最小的果干 大家把你的大拇指顶起来 我们要求的是这个规格的 这个规格的幼果 超过这个规格的幼果 我们不采用 我们采用的是土芒果 艾文啊 或金黄等级的我们不用 为什么 因为这些水果的纤维透已经太重了 这个纤维会让你吃下去的时候 有些假牙会掉出来 所以说呢 我们都只采用这样等级的东西 来给爱多美的会员使用 那我大概提一下 就是我们的生产的过程 就是我们有一个原料的检查 当然有提到 这个超音波抽氧的清洗 表面的去皮 结块 还有我们特殊工法的杀青 这个也是跟现在目前一般的农家 采用的方式不一样 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把营养素 保留在我们的果干里面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智能型低温的干燥系统 这个部分呢 也是刚才提到的 我们一个独家的技术 是跟厂商一起开发出来 跟设备商一起开发出来的 接着呢 我们就开始做产品的检查 包装的出货 这就是我们爱多美会员 吃到的好鲜果干 那我待会 我再提一下我们的原料检验的过程 大家吃东西最害怕的就是农药 这个部分呢 在爱多美的同仁的要求下呢 我们也开始绝对的品质下 我们要求这样的做法 第一个 我们是跟农委会合作的产销班 这个产销班呢 都提供我们优质的农家 我们透过产销合约 已经先在第一阶段 确定我们的鲜果 是无毒的农药 第二阶段呢 我们会主动签 主动抽烟 我们签了约以后呢 我们每个月都会在县地里面 去做检查 检查班以后呢 这个东西进了厂区前 我们还必须透过我们的农药的筛检 所以我们是经过了好几阶段的筛检 才把这个东西确定是我们可以做的水果 另外呢 早期在很多年前 大家都知道说 农药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农药的筛检技术 都必须在三周 甚至于更久以后才知道结果 所以说怎么样呢 所以如果报告还没出来 你已经可能都吃下肚了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呢 在绝对的品质的要求下 爱多美的同仁 希望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等到已经确定有农药的时候 才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就跟我们的农委会 去有个计转的技术 这个技术目前是少数台湾几家 大型的非常大型的农产果 运修公司才有的合作的技术 那这个技术呢 我们是采用先验再吃 当场验当场就知道 农药总量有没有超过标准 超过标准马上就不予入用 所以在我们工厂端 就已经把农药的问题给解决了 不会进入我们厂区内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试成功务科技公司 所跟我们开发的快速的筛减的技术 最后面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我们的果干为什么会好吃 已经好多人就是写信来问说 我们为什么果干会比别人特别好吃 那我跟大家这里不尝试 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果干 我们采取的是特殊技术 锁出鲜果的营养素 最后一章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一定要让会员知道说 我们吃到的果干是怎么样的好果干 我们采取的是46度C的坚持 46度C为什么一定要采46度C 因为高温下可以让果干烘干的特别快 但是它的口感会非常不好 那大家会说 那我烘20度就好了 对啊 就烘到七夕四十九天了 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烘低温就好 因为低温的烘焙过程中 会有很多问题 会有细菌 会有大肠肝菌的滋生 所以必须在一个 我们觉得安全的情况之下 才能考虑美味 就是台湾人常讲的 先讲求安全再讲求效果 我们也是这个观念 所以46度C是我们在全程 控温36个小时之下 而且对于产品完全没有任何的余虑 安全卫生所生产出来的果干 最后面我们还是提到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选出来的水果 是不一样的 我们12斤到14斤的水果 才能做一公斤的果干 这样的果干 其实跟市面上的果干 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一个好吃的秘密 那也很希望各位会员有机会 多多来尝用看看 台湾在地的好水果 爱多美好鲜果干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